台東杜蘭西出海口 被人放置廢土跟紅磚石塊 還有鋼筋跟垃圾 由於此地段隱秘 加上交界處是未登基地 可說是三不管地帶 最近有環保團體進行野息生態調查 目睹到大卡車違規清道廢土 就跟他卡車開過來 然後就到那個黑漆屋 然後我們想說 怎麼會離析那麼緊 而且又是出海口 上來這邊看之後 就發現這邊已經被倒很多次了 就是堆得很高 經通報之後 環保局跟相關單位 也立即前往現場勘察 證實都蘭西出海口國有地 長期遭人請到廢棄物 大卡車雖然沒有車牌 但是環保局將調閱監視器 透過影像紀錄追查車主 依照這個我們廢棄物清潔法 第41條還有第46條 這是有新式車輪的 拍到的是一個沒有車牌的 沒有全發車牌的一個大貨車在清道 所以這方面 我們應該可以縮小範圍 都蘭部落族人聽到都蘭西出海口 長期招人請到廢棄物都相當憤慨 今天不要做那種事啊 那是我們部落的地方 不能讓他們隨便亂來 都蘭部落族人不滿有人隨意將建築廢棄物亂倒 表示也會一塊幫忙找到車主負責 更呼籲政府相關單位 影響細節各建商處理工程廢棄物過程 避免不法之徒 便宜行事 繼續破壞生態環境 記者本來的本台東東河採訪報導 好